吃一个大苹果 想到走路到East Park那边逛一逛 顺便冲哥花费买点流量 前两天刚批评过 说这个曲钩里的细节做得不到位 看到没有 今天立马改正了 可以啊 如果真的是把这个曲钩说说得干干净净 再放点水是吧 那整个城市感觉都不一样了吗 East Park 这边比较大的一个商场 非常大 占地面积真的是好多亩 这一大片都是 我进去先找上一家East Park 充个值弄点流量 这商场真的好大 建的也挺好的 现在是早上打扫卫生的 对不对 我在想好像赞比亚还有金巴布维亚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商场建的好像都比坦桑尼亚的商场要好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坦桑尼亚呀肯尼亚是靠近海边还有港口啊什么的还有旅游业什么的按理说应该发展的很好 但是来了这个赞比亚金巴布维亚听说波斯瓦那和纳米比亚那边都建的非常好 这个东西真的是想不通 因为他们这边本身的话建的就很好了 发展的都不错 就属于发展的比较早一点 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 找个Eatel 在哪 在这 开门了 Eatel 充上200块钱 575 充了200我自己都可以买流量了 我也会了 这个选 选2 然后再选3 包月的 然后再选4 25个G200块钱 选4 然后再选 再选几 再选1好像是 应该是1 OK看到没有 成功购买了30天25个G的 OK 好的 嗨 I will continue recharge 200 yeah continue recharge 再冲上200 OK 现在是早上嘛 都在打扫卫生 这商场很大的 搞得都挺好的 所以说 大家到这来旅游呢 不要愁买东西 知道吧 只要你钱多 啥都能买得到 这里就是贵一点 物价真的高 目前为止 这个国家的物价 应该是我走过的 非洲国家里最高的了 太高了 就是啥东西都贵得 离谱 就是只能用 离谱两个字来形容 这个物价 East Park里边还有一个长城哈佛的专卖店呢 看到人 我那个时候在津巴布韦啊 也看到长城哈佛的 结果呢 一算这个价格比国内贵了一倍 然后那边是摆的一些哈佛的车 我这边还摆的一些奔驰什么的 比这个店还蛮大的 这多少年前建的这个人行天桥 现在是这个花开的季节啊 好多花 闻起来都是香 就是容易打喷嚏 我现在是朝着这边走 想去那个马拉维的那个什么 国家委员会吗什么 去问一下 马拉维能不能进入 陆地口岸进去 因为我搜这个大使馆 没搜到 只能搜到马拉维什么国家委员会 刚好看到一个可以做核酸检测的地方 哎呀 所以说啊 人啊还是要 出来多走路啊 瞎溜达呀 就可以获得很多有效的信息 没办法呀 一个人在国外就是这样子 这边有个蓝天饭店 记住了 就是蓝天饭店附近 你看现在这个树上都开着这种紫色的花 继续走 这边是印度尼尼利亚 我还要再往前走 这个是尼尼利亚大使馆 这边是印度大使馆 看一下 马拉维应该再往前走一点 这是马拉维大使馆 看到了吗 马拉维 不知道开门没有 先问一下 嗯 Doti 现在我在问一些信息 我现在已经是搞到了这个网站 拜拜 哎呀 现在已经确定了 就是马拉维和赞比亚的陆地口岸是开放的 然后呢 我们就是不能到这个口岸去申请落地签 只能提前在他的这个签证网站上申请一个电子签 把墨镜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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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的国家呢 是落地签 有的国家呢 是免签 有的国家呢 是必须要电子签 有的国家呢 是贴纸签 就是都不一样 而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材料呢 也都不太一样 知道吧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环球旅行啊 真的是非常考验人的一个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能力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 所有呢 能在网上收集到的一些信息 其实都是过时了 已经是作配的信息了 所以说 没办法 我只能说是早上自个儿走路到这个马拉维大使馆过来去亲自当面问清楚 我就说 你们的这个赞比亚和马拉维的陆地口岸是不是开放的现在 他给我如果说回答的是开放的 我才考虑说是再去申请签证 如果说陆地口岸没有开放的话 肯定就要涉及到在这边做核酸检测 然后坐飞机进去 我就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了 现在既然是陆地口岸是开放的 那么我只需要申请一个电子签就可以了 而这个电子签呢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申请的 有的国家的电子签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填上一些信息 就只要信息是对的 然后付了钱 一会儿就下来了 知道吧 就比如是土耳其 你只要交钱 过上个几秒钟 他就下来了 而有的国家的电子签呢 又非常的难申请 就是像我的话 申请电子签 比如说申请坦桑尼亚的 我就没成功 就是找到专业的人 最后没办法 就是落地钱 我还自己申请过一次乌干达的签证 也没成功 真的好难的 因为他有的时候呢 他会移民局会觉得你这个信息给的不全 他要让你提供一些就是什么返程机票呀 酒店预订单呀 或者是一些邀请牌呀 很多东西甚至还要说是你的一些行程 就比如说你到我们国家来干嘛呀 你说你是来旅游的 那旅游有没有行程呀什么的 反正就是很鬼扯的一些东西让你提供 有的时候你也提供不了 如果说去有一些国家的话 就是比较难的话 就还不如还不如找人在网上申请 就是花点钱 因为一般的话 一个月签证价说五十六十美元的话 找到网上的专业的人的话 可能也就是多个二十美元左右 就是他们要赚个一百多块钱 现在疫情期间可能赚的多一点 因为我来赞比亚 我来赞比亚 那个网上的人说 旅游签现在有可能就下不来 就让我申请一个商务签 商务签的话价格就比较贵 就六百五十块钱一个月 其实他总共的费用就是 上面那个单子打下来的话 也就是五十美元左右 就说你为了让人家帮你办商务签 他应该要提供很多公司的邀请 邀请函什么的各种信息 所以知道信息和手续 就价值将近三百块钱 就这么一个 所以说大家环球旅行不要着急 知道吧 可能是一个信息一个事 就要让你折腾个一天 对吧 我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马拉威的入境情况 我就等着回去以后研究一下 去不去马拉威 好了这个视频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记住编 每个关注点个赞 太乐了 拜拜